歡迎收看懷語全世界 帶你走進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兩岸國際大事 帶你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在網路收看的朋友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小鈴鐺 現在日本反中的溫度不斷攀升 釣魚台 美國也要來參一角 中美對方一路從南海 台海到了東海 就是要出一點事嗎 另外 川普要美國企業收購抖音 還說 如果收購的話 要分紅給國庫 這什麼道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三位來賓 首先是國際情人專家 賴岳謙教授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前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東海大學 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陳永峰教授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中美對抗 就是有人要搶當最佳男配角 就是日本 日本前段時間說 想要加入五眼聯盟 那現在看起來 北京也沒有要對日本示弱 有一個訊息就是 中國大陸的公務船 已經連續111天 進入釣魚台的海域去巡邏了 這也是2012年 日本把這釣魚台 說為國有化之後 最長的一段時間 而這幾天呢 NHK比較有大篇幅的報導 我先提到一下 我們今天特別要請到日本專家 陳教授 這個北京的用意是如何 這完全沒有中斷過 而且到底釣魚台對於北京來講 它的最關鍵的核心力 絕對不光是漁獲而已吧 不過真的剛剛好 我們節目 現在在播的時候中斷了 剛好這中 到8月2號 真的 賴老師太厲害了 所以簡單的一個颱風 就阻止了這件事 海象差沒辦法 今年整個7月都沒有颱風 所以一開始一進去是4月14號 剛好到8月2號 4月14號那時候開始進行巡邏 就是其實大家去回退一下時間 我們討論 那時間也就是確定日本奧運 基本上沒希望辦 還有另外更重要的一件事 習近平的 習近平會去日本 對 後面那一件事情更重要 對 沒錯 那我問一下 對於北京來講 釣魚台的關鍵利益 所以每天進去當然是宣示 這裡是中國的領土 但是各位一定要先知道一件事 北京對於釣魚台的領土的主張 是三段論法 釣魚台是台灣的一部分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釣魚台跟中國有關係 所以跳過台灣就不行 所以最近李登輝先生過世 他常常被拿出來講的一句話 當然半攻擊 你是台灣人 但是你說釣魚台是日本人的 說很多變 所以如果以我對他的理解的話 是簡單清楚 為了讓釣魚台跟中國無關 非常簡單清楚 另外一個 陳永鋒在這裡主張 當然又會引起很多攻擊 你說李登輝那段話是為了讓釣魚台跟北京無關 因為三段論法 所以李登輝說釣魚台是日本 是為這個原因 這個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實際的支配權 現在是在美軍跟日本的身上 而日美安保條約 各位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打日本就是打美國 也就是說日美安保條約是片面性的 單方面的義務 哪一邊有義務 美國有義務 日本沒有義務 這跟台灣關係法差不多 雖然兩邊的性質並不太一樣 所以也就是說 打日本或打釣魚台 日本認為釣魚台是日本的 日本的立場 日本認為釣魚台是日本 打釣魚台就是打美國 這一件事情千真萬確 當然跟台灣很多人在問說 真的打仗的時候 發生戰爭的時候 美國的年輕人 美國的軍人 會不會為日本而死 這個放在台灣也一模一樣 這個只能告訴各位 要實證才知道 不然打打看 另外一個 我有一個主張 也許大家不容易接受 也不容易聽得懂 但是簡單明瞭的講的話 每日可以放棄釣魚台的 每日放棄釣魚台 來 中國上來 讓釣魚台變成你的主張 變成你的支配的領土 不好意思 那個時候台灣會變得更重要 也就是說中國來到了 日本的沖繩的旁邊 而且有一件事情 這是我研究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非常大聲的跟各位講 釣魚台不是琉球的一部分 釣魚台是先成為日本 才放進沖繩線 這件事情不理解清楚的話不行 歷史的脈絡是如此 沒錯 這個兩位教授都知道 不過陳老師 剛才有個論點 我稍微釐清一下 我剛剛聽了訊息之後 我的一個邏輯理解 你說李登輝講 釣魚台是日本的 原因是因為 要讓釣魚台跟中國大陸脫鉤 但是基礎於 三段論的基礎之上 也因此釣魚台是日本的機關之下 打釣魚台就等於打日本 打日本的人就打美國 所以美國會出兵 沒錯 所以可以保護到台灣 是這樣的一個邏輯嗎 邏輯不一定像您現在這樣的推論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不要為了釣魚台 就是日本港的間隔群島 跟日本美國各各地 不用處理這件事 對於把釣魚台去區別成 日本 台灣 或者是 是不是美國正在使用的軍事基地 事實上現在在使用 只是沒用而已 那個叫靶場 第二台五個主要的島裡面 我們說的五個主要的島裡面 到今天仍然有兩個 是美軍的靶場 不過我這邊補充一下 我覺得我有一個想法是這樣 馬英九時代 我們曾經派出我們的雄二飛彈 那麼到了釣魚台跟日本對視 那是軍力 不是警力 因為雄二飛彈是國軍的海軍艦隊過去 那麼跟日本對視 如果說美日安保啟動的話 那也就是說台日之間發生衝突 發生衝突 那你美日安保 你美國要站在日本的這個地方 那你等於是你美國跟台灣打 那這個怎麼解釋 美國跟台灣打仗 馬英九先生剛剛上台的時候 這個還得了一次啊 是2008年對不對 2008年的5月 6月馬上發生聯合號事件 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叫做劉兆權 說不定那個時候委員是委員 在立法院裡面直接說啊 不洗一戰 爆結燈啦 對對對 那時候有 不洗一戰 我那時候在教室裡面有在笑 對著學生講 這個不洗一戰必須括號一下 不洗一戰是跟誰打 不是跟日本打 是跟美國打 那所以日本也不敢動手嘛 不過我回應一下剛剛 您的意思是 中國或者是甚至台灣 對釣魚台怎麼樣的時候 日本的智慧隊會不會出動的意思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當時台灣是軍方出動 所以日本在那個時候 他也不敢對台灣 後來日本撤掉了 你說劉兆權當運長的時候 當時有硬起來 然後是又台灣是出軍隊 我們是出軍隊的 日本撤軍嘛 我們來看其實這一次 剛才有提到這一點對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的海巡 跟大陸的公務船 都是沒有軍隊那種高敏感動的 不 這裡後面故事要繼續講 然後美國就出面了嘛 美國就跟台灣講說 你就是要漁嘛 要漁權嘛 所以我們才有台越紀元的業權 那我就拱日本來跟你簽業協定 那是美國的括號命令 所以日本的命令 所以日本那個的時候 我記得水產省也是很不甘願嘛 沖繩也在抗議嘛 沒有錯 可是他必須簽嘛 就是這樣 但是馬英佐總統都把那個 當成自己的業權 所以我覺得是在博弈啦 沒有錯 不是要真的幹啦 沒有錯 那我一個一個再釐清繼續來問 因為如果是一個公務船 在釣魚島附近做巡邏的話 它是基本上還算是民間 沒有到軍隊 但那是隊內 警察是隊內 譬如說我們的海巡是隊內 不是出國的 軍隊才出國 但是另外一件事各位要理解 日本的自衛隊沒辦法出國 在現在的憲法裡面 叫自衛隊出不了國 所以這兩邊要區別開 不一樣 不過我請教一下委員 因為日本媒體大幅報導說 日本這個大陸的海警局 是有跟海軍啦 解放軍的海軍做聯合行動 海警局許多釣魚台 那而且是海軍 當時有這個飛彈快艇出現 台灣的海域 他們自己本土上面 也有做飛彈一些部署釣動 連結在一塊你怎麼看的 你的公務船是降低敏感度 但是你的軍方在台灣的海域 你路面上的飛彈是軍方在做部署 不過因為最近東海 台海 南海坦白講 中國都在跟美國較勁嘛 所以這個是一連串的啦 你不能說只有東海啦 那因為中國事實上把一些比較舊的軍艦 就1.2萬噸的 1萬2千噸的軍艦換成 海警船嘛 對 那日本就知道我不能跟你撞 因為他就表明要跟你撞 那日本當然後來就擺出一些姿態 那比如說我可能不洗用飛彈 或者是用軍機等等 那這裡你就看到 最近日本跟中國的化學變化 我是認為在川普11月投票前的半年 日本基本上是一面倒的向川普示好 那希望能夠得到一些更好的待遇啦 比如說包括美國要日本 不是要提高那個保護費嘛 那日本拒絕嘛 那後來日本就談成說不然你賣給我F35 那這個就是一種談判嘛 保護費沒有辦法再往上升啦 現在已經占七十五趴 是啊 已經那麼高了 已經七八成了 對嘛 所以美國那個要求不合理 可是就是說日本就換成F35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感覺 然後當然也包括川安倍聲望下降 然後現在也有黨魁的爭霸 那我們也看到好像那個 好像不破嘛 不 實破嘛 實破好像比他高一點點 聲望高 那這個就是強硬派啦 那也包括他最近那個防衛大臣講話更硬 都很硬 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感覺日本是 因為既然習近平訪問日本已經沒那麼 所以現在就在川普的這個11月選前 一面倒 站隊 一面倒之外 其實我剛剛一開始就講到了 中美如果抗衡之下 日本搶當南配角 這樣的形容也不為過 因為日本說要加入五眼聯盟 而且美國呢 確實也給日本五台喔 像在美國的駐日本的美軍司令 就講說現在在釣魚台的海域部分 可以協助日本去監控 所有中國大陸入侵釣島周邊的船隻 而且他是用這種形容詞 他說現在所有的 中國大陸的船艦 對於東海釣魚台的列宇周邊 是空前的侵犯行動 我想請教一下賴老師 為什麼今天把我們的 把這釣魚台放在 一卡特就這樣 因為有些專家講說八月份 其實南海台海 搞不好還不如東海來的緊張 因為現在美國也在這邊扮演角色 你怎麼看 如果在目前安倍自民黨的支持度 自己的支持度都下來的時候 有舞台給他 他當然美軍這樣挺他 他是有一個一拍即合的效果 但是美國吧 話說完以後 他後面還有彈書啦 他說美國的軍隊不會直接介入了 所以這等於是有說跟沒說一樣嘛 換言之也就是說 我只給你情報 我只給你這個做一些協助 但是我的軍隊不會介入 因為對於美軍來講 他還是避免在釣魚台這個地方 釣魚島跟中國大陸這邊 有直接的一個對撞 因為這個戰爭還得料啊 所以說有人說這個台海南海之外 東海也會變成電雷區 但老師觀察 既然美軍沒有下一步動作的話 其實也不用太擔憂嗎 我覺得這個區域來講的話 美國要演繹的空間是有限 因為他之前已經把安保 已經包括在釣魚島內 已經把安保拉到裡面 拉到裡面沒有影響任何東西啊 為什麼 因為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連續這麼長的時間 都在這個領海內 我們的領海內來巡役以外 而且我們也多次的強調 日本目前來講已經沒有漁船 能夠在這個地方活動 日本好幾次有漁船 想嘗試的在那個地方 舉行活動的時候 那麼就被中國大陸的海警船追嘛 然後日本的海上保安廳啊 他們就擋在這個中間 就一直在玩這個 就是我去追你 你擋 然後他們漁船跑的 這樣的一個遊戲 那現在的一個情形的話 就是說整個海域又空了 空了以後現在的情況 就是颱風過後 中國大陸的這個漁船 又要進來了 有一個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 有一段時間 日本就是他強調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解放軍一架戰機來 我就兩架對你 就是當時有談到這個部分 那解放軍的戰機照飛嘛 那日本就是說你來一架 我就給你對付兩架 甚至還傳說我四架來對付你都可以 結果中國大陸一下子派幾次架來 那時候我們討論過日本疲於這個起降 其實是一個耗損 他疲於起降的時候 他的飛行員耗損 他的飛機耗損 而且他幾乎沒有休假的時間 沒有早上晚上時間 日本的他們這一次的這個軍官 直接跟美國人說我們受不了了 因為他的飛行員沒有辦法加號 還有一個問題更大在哪裡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剛剛講的 中國大陸一下子幾十架過去以後 日本沒有那麼多戰機飛 我們等一下回來可以繼續延續 賴老師的談話 因為我們必須時間記下廣告 不過我想要等一下 跟三位進一步就叫 就是當兩邊都在 像郭委員所講的 美國大選牽涉其中 選前一面倒的情況之下 日本衝得比較多嘛 兩邊都在衝的時候 有沒有自己可以降溫的機制 或者是說真的在中日之間 出現了一些質變 我們回來聊 中日有好年自從疫情爆發之後 完全變了掉 奧運辦不成現在一連串 對於中國大陸升溫的態勢 尤其這幾個月 我們來看一連串八大整體出來了 防衛大臣說 現在中國大陸這些國家 為了自己營造有利的國際秩序 使得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 越來越明顯 而且在釣魚台海域部分 是北京方面片面改變的現狀 那包括了自民黨當中 還有一些不管是幹事長 或者一些刺激團體 他們形成了一些輿論的 風向 包括了取消習近平 赴日的訪問 要求政府建議限制 中國大陸的APP等等 當然自民黨中間 也有一些挺中派的說法 前面這麼辛苦一路走來 這些心血結晶才有到這樣的地步 不要全部都毀掉 我想先請教一下陳老師 你觀察日本 社會有一切的舉措 其實在我們前段時間的節目當中討論 認為是因為安倍的民調不高 他們明年要解散國會之後的選舉 自民黨必須要靠著也是反中 把自己的聲音再拉起來 尤其是疫情爆發之後 還是說除了選舉之外 有其他的因素造成中日之間 出現一些質變的狀況 只能這樣說啦 在今年之前兩邊是相思相愛 中國需要日本 日本也需要中國 兩邊都想要互相得到好處 尤其是在去年的春天開始 美中之間的貿易戰 無限的擴大 到目前為止就沒有縮小 所以很多人預測說 鬥而不破 不過快破了 從去年到今天 所以在那個時候 中國相當程度的也需要找到日本 因為日美同盟 如果可以突破日本這一塊的話 在戰略上是合理的啦 日本這邊也想啦 日中關係從2010年的 一樣釣魚台的撞船事件 那惡化到極點 再來就是2012年的釣魚台國有化 更惡化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安倍晉三當然本來是 比較不親中的那一邊 但是他任內也有一個責任啊 我要交給別人啊 相當程度的也要改善 歷史定位 也要改善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讓日中這樣的鄰居 不管怎麼樣 都還要繼續走下去 這一定的嘛 卡著一個天皇要退位的時候 所以全部都是新的 新天皇 然後新的日中關係的展現 剛剛好邀請習近平 來到日本當國兵 十年才會有一次 中國的最高領導者到日本 現在當然就是剛剛好是習近平 所以也想利用這樣的機會 所以前面都在鋪陳 讓日本跟中國的關係 比較好一點的狀況 結果當然現在結果各位知道 通過疫情 對 是這個意思 所以包括要給李登輝先生勳章 兩年前日本的政府就在檢討 就安倍晉三裡面的政府 就已經在檢討 結果仍然在政府裡面 包括這邊螢幕上也有的 二階俊博派 現在是支持安倍晉三 很重要的一個派法 黨的幹事長就是 民進黨也用幹事長嘛 就是秘書長的意思 黨的那個操控者 完全是跟中國親近的那一邊 在很多的層面擋下來 路鋪到現在了 我想剛剛問老師的問題是 那現在不是不鋪路 是完全已經改路了嗎 改路 改路就直變了 改路就直變了 你也可以這樣解釋 安倍晉三的四連任 在今天來判斷的話 不太容易 所以要換手 日本換手有很多種意義 那是相當於我們政黨輪替的意義 也就是說改了一個執政的派法 整個政策有可能改變 自民黨你必須要這樣認識 自民黨是一個大雜營 從右到左通通都有 而且現在不是自民黨執政而已 自民黨跟公民黨一起聯合執政 沒有公民黨那個佛教政黨不行 而公民黨在傳統上是接近中國的 所以也就是說日本的政權裡面 日本的執政權力核心 跟中國之間有非常非常多的 微妙的關係的存在 也留下非常多的安全閥 所以安倍晉三怎麼衝後面 都有人會拉住 包括其他的政黨就是公民黨 所以也就是說沒有什麼必要 可以擔心的啦 日本永遠留下非常多的線 這條線行不通了 戰前跟英美對抗壞了 還有前面反對跟英美對抗的 吉田茂派可以上來 所以這也不算是質變 是他黨裡面本來就有各多不同的聲音 但是走在最前面的安倍晉三明顯轉換了嘛 而那個轉換也帶來了中國也是質變啊 不然進去釣魚台一百多天幹嘛 我一直在想這件問題 釣魚台你也可以進去 你也可以不進去 2012年的時候 釣魚台的國有化日本 我們認為它是單方面的國有化 改變了那個時候的現狀 不過事實上現狀都沒有改變 的狀況底下 中國國內反日的暴動 燒日本車 我那時候就在笑啦 那車是你自己買的 雖然是日本車 但是是用你的錢買的 然後呢 暴動到一樣的抗議 抗議日本的釣魚台國有化 到一定程度是突然就沒有了 也就是說中國可以讓你抗議 也可以讓你不抗議 這件事情超級明顯 所以在今天 兩邊相思相愛 想要各取所需的狀況底下 但是到今天沒辦法各取所需 但是中國的強硬的那個力量又進來 不管是要對誰交代 不管是軍方 或者是現在日本國內肥大化的自尊心 日本的低流的 肥大化的自尊 自尊心變大 這是他用這種形容詞 日文上面肥大化 叫肥大化 就是我們無限的膨脹 Nationalism 膨脹 這個當然是政治人物要利用的 雖然他們沒有選舉 但是也不處理這件事情不可的狀況底下 進去了釣魚台 那是跟日本最強力的有衝突的地方 另外一個是歷史問題 兩邊交互的使用的狀況 但是我仍然覺得不是不會撕破臉的 不撕破臉但是有質疑 賴老師您的觀察 而且因為本來前段時間我們解讀是 安倍就像剛才郭文明所講 他現在民調輸給比較呼聲高的 石破帽 大概三到四個百分點 所以為了選舉要醞釀反中的一個情緒 我剛剛追問就是您觀察的質疑是否是真的 第二就是那明年的國會解散之後 日本的選舉跟美國一樣嗎 都是反中當作主軸嗎 我覺得日本比較難 日本跟美國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因為日本坦白說 他就是現在的中國大陸的三分之一而已 而且會越來越小 也就是說現在是三分之一 再過幾年以後就是可能只要四分之一 再來就只要五分之一 所以日本相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就越來越小 而不會越來越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趨勢在走 這是第一個我們所發現 一般來講一個國家 越來越富有的時候 它的科技能力就會越來越強 這文明的程度也會越來越高 這個也是一個一般的趨勢 好 講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日本難在哪裡 他難在他在經濟方面 想跟中國大陸維持比較好的關係 可是他在安全這個部分裡面 他又要守住跟美國的這個同盟關係 那中美的關係 目前緊張到不行的時候 日本就夾在中間 日本夾在中間 每一次安全的問題 其實就是最敏感的 一個是疫情 當美國在指控中國大陸的時候 安倍晉三也出頭了 那出頭中國大陸就這樣打你一下 然後像香港的問題 安倍晉三也出頭了 那中國大陸再打你一下 那怎麼打你呢 釣魚台就最好打你的方法嘛 剛剛這個陳教授說 這個釣魚台 為什麼中國大陸密度的這麼高 就打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釣魚台嘛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安全這個部分 當日本警報的美國的時候 中國大陸給你的施壓的力道 還有就是說不管是繞你日本飛行 或者是穿越宮古海峽 或是船艦到日本海跟俄羅斯 在那個地方舉行聯合軍演等等 這個部分裡面也就是說 當你在安全方面跟美國走得更近 你在敏感的國際政治的議題上 你自己想要強出頭 我就打你一下 那這個部分裡面 對日本來說的話 一打當然就會痛 因為對日本的經濟來講 還是很重要 你覺得安倍是目前處於一個 非常有苦難言的狀況嗎 我覺得 兩邊都有 我覺得安倍他自己本身的情感上 他當然是右翼的嘛 他是這個遺族的後代之一耶 那一個右翼的人 他的情感上對中國大陸 不是一個友善的 也不是一個親善的一個 可是他是一個首相 他必須要維持平衡 可是他內部裡面的這個 反中的派系力量也大 親中的派系力量也大 然後他在這個兩邊裡面 企業界又希望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可是這個遺族這個地方 跟軍隊裡面 又跟中國大陸是比較強硬的 然後美國這邊又給他 施加很大的壓力 你想想看對於 所以他最近腸胃不好 聽說又開始腸植油問題了 他一定不好的 腹吐血 他一定是痛苦不得了的啦 其實你不管 我剛剛講說為什麼安倍是有苦難言 其實在幾次的發言 是黨內的一些刺激聯盟是走在前面的 那安倍其實有的時候講說 他出來講話就代表是定調 但他好幾次都是他的閣議員 我想請教他閣議員 因為日本即便是輿論 或者是一些聲音出現 但似乎也非常知道 北京的底線在哪邊也不會去踩 我就舉最近跟台灣有關的一個例子 李仁輝前總統過世 日本報導篇幅據說非常大 甚至比台灣媒體還大 那內閣的官方長官表示 因為一中原則 所以日本是不會派政府的特使 到台灣參加葬禮的 這個官方長官比較輕鬆 他也特別強調說 我們雖然跟中國有衝突 可是也要顧及 不要破壞中日關係 麻省太郎已經進了在白金台的 台灣的代表處我們的大使館 第一天就進了 他有去謝陽庭那邊 那是麻省 可是派來台灣他還是顧及 現任的副手下 麻省本來就很喊錯 他是有去日本的那個 悼念李登輝的地方 但是他不會到台灣 其實永康我跟你講 你也不要太驚訝這種事 比如說杜特地 杜特地感覺上是最輕忠了 可是三不五時還是要講一下說 還原老是菲律賓的 還是會有這種事情 沒有 但講完了以後 他又說我們絕對不會派兵 不是嘛 所以就是又說一下嘛 我的意思是說整個亞洲 這個印度除外 基本上就是在中國的陰影下 也在美國的陰影下 那你現在川普衝的那麼前面 蓬佩奧衝的那麼前面 那這些國家當然在軍事 政治上也要一些表態 可是經濟上沒有錯 賴老師講的也對 他確實需要跟中國做生意 因為大概除了菲律賓之外 大概跟中國都是第一大貿易夥伴 還有日本也不是 就日本跟菲律賓 其他全部都是 那日本大概跟中國也是排第二的 那菲律賓排第四 可是逐漸也升高 中國好像是日本的第一大 還是美國第一吧 已經超過了 所以郭遠你的說法就是 這一次禮拜會在台灣 在台灣的這個公開的葬禮 不會有日本高層的官員 不會 不會 我認為不會 事實上美國派來也只有衛生部長 那也不是很高 不過這個話裡我相信 其他台灣節目會繼續討論 我們這些官員到台灣要不要被隔離 隔離十四天 外交的是特殊管道 外交特殊管道 完全不用 還是應該要有特殊管道 他還是沒有派政治性的人物來 也許安倍的弟弟來 這一種 他沒有公職身份 前首相申錫朗 申錫朗會來 現在 申錫朗也是李登輝的好友 陳老師你會覺得說 這個到台灣當年團的規格 或團的大小 可以去檢視台日之間的關係嗎 當然可以 日本可以突破 我也是講這件事啊 日本是比美國更少跟台灣斷交啊 所以現在如果要跟台灣副交的話 日本先啊 我講過頭 一樣喔 一樣日本先啊 所以說申錫朗一定會來 如果沒有 好像會有一個議員代表 當然 譬如說岸信夫 岸信夫是侯委員 那個時候日本的經濟體多大 現在日本的經濟體多大 賴老師是考慮到中國變大了這件事 但是 他兩手啦 兩邊都 剛好可以突破啦 麻生太郎副首相是現任的 也當過首相 所以麻生太郎是一個 如果我們說的話 水面下講的話 是對於台灣外交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去抓的東西 至少可以到麻生太郎的層級的話 對於我這個日本研究者而言 我就覺得是非常大的 你說這個成立是到台灣嗎 當然 當然 在台灣 來台灣 來我的主張 我們的外交部門 還有謝湯廷大使 還有當然其他 包括蔡英文總統 如果要退這件事 麻生太郎副首相 現任的副首相兼財務大臣 拿著要給李登輝先生的勳章 天皇給勳章 天皇給勳章這件事情 什麼意義先不討論 帶著勳章作為理由 來台灣參加李登輝先生的國葬 我覺得史捷團去檢視 台日之間的友好關係 是外交層級上解讀的意義 跟媒體可以去做討論的 但其實更實質的就是 蔡英文總統 他不是在去年喊到 台日之間的安保對話嗎 如果有對話 等於是軍事上面 可以能有合作的機會 這可能是更實質的 我想請問在日本 現在希望能夠加入五眼聯盟 跟美國走得那麼近的情況 而且又跟北京推遠了一點的狀態之下 蔡英文這個喊話 安保對話 是有沒有在此刻 真的可能有出現契機的轉變 陳老師你的觀察 日美安保我們已經解釋過非常多次了 所以在軍事上 或者是大的政治 包括外交在內 你把日美放在一起就好了 台灣關係法 雖然也是美國對台灣的片面的義務 但是要試一下才知道有沒有用 到狀況底下 陳老師那個務實派要全部要實證 打了就知道有多少個商戰場 日美安保條約出現之後 日本沒有打過仗 香港的國安法通過之後 我們看到歐美之間的談話跟態度 也看到了剛才我們討論的 日本現在跟北京之間的緊張 但是南韓很特別 他完全沒有跟進其他國家的腳步 對於北京有任何比較大的一些譴責 而且按照他們原本的想法 就是要計劃年底之前 邀請習近平訪問韓國 我要請教戴老師 文在寅的思考角度 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 我覺得文在寅他第一個 他不會像日本一樣 雖然文在寅就是韓國跟美國 也有這樣的安保 但是問題就在於 韓國的選擇不走日本的路 對 最主要有什麼原因呢 對 我覺得他 還是北韓的威脅 我覺得他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北韓的問題 因為北韓目前來講 按照聯合國的一個說法 就是北韓已經被證實 說他的核武器已經改良了 而且已經小心化了 換言之也就是說 已經可以投非常遠的一個距離了 就這個報道 路透社揭露的 這個是一個滿重要的 這個很大的事情 因為這是聯合國已經 應該是被核實過的 這樣的一個情報 其實這個對韓國來講 不是真正的壓力 因為對日本跟美國 才是真正的壓力 因為這個核彈不是用來丟在 應該最大壓力的是日本 對 好 這是第一個 但是第二個問題就在於 韓國跟日本之間 由於對於這個在戰爭期間內的 這些企業跟非法的移工 就是那麼本身的賠償的問題 那目前來講雙方還是在爭議中 然後還有就是外安婦的問題 也還在爭議中 所以兩 韓國跟日本之間的關係 一直沒辦法獲得改善 那沒辦法獲得改善 然後跟朝鮮的關係 也會耐心緊張 美國目前來講 川普看起來不可靠 因為以往朝鮮 有這麼一個動作的時候 美國通常會介入 現在的情況是 朝鮮的動作這麼多 美國什麼事都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這樣的情形下 對文在寅來講的話 那你這個美國的安全法 安全傘不可靠 然後還有一個部分裡面 就是說這一次的疫情的衝擊 對韓國來講 那他本身要加速他的經濟發展 加速他的經濟發展 我們目前傳出來的消息是 已經知道韓國跟中國大陸 已經要簽RCEP了 他們要先簽了 所以等於是他們要推進RCEP 讓他確定能夠在 今年的年底把它推出來 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進程裡面 那對韓國來講 他當然希望習近平 如果可以的話 那麼疫情都能夠得到控制 或者是安全的情況下的話 習近平到韓國來訪問 有助於抵消兩韓之間 緩和兩韓的緊張 更簡單來講 中國大陸的市場全世界都要 日本 歐美都做了相關的表態 他們也不是要放棄大陸市場 但是對於南韓來講 他更有一個國家安全上面的一些擔憂 因為跟競爭 所以文在寅對於北京現在的態度 會跟日本或者亞洲其他國家 出現不太一樣的關係 不過剛才提到這個很重要 剛剛國委員特別講到 這是一個聯合國遞交給 聯合國安理會 對北韓制裁委員會的一份正式報告 被六透社揭露出來的 就是北韓再繼續推核武 而且已經做到了小型的核子裝置 可以裝在導彈飛彈的彈筒上面 而且一發出去可以分散 我想請教國委員 那現在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是聯合國重新主導嗎 因為本來是以美國的川普 川普現在基本上已經失敗 聯合國來繼續主導 不 北韓被制裁本來就 聯合國那時候有通過 連中國都贊成的 那什麼是以前 可是新的決議並沒有出來 因為新的決議美國可以否決 就是說前面那個制裁的決議 當時中國跟俄羅斯是同意的 對 沒錯 所以你新的決議做不出來 所以當然他如果要進一步制裁 那中國可能會反對 所以你還必須有更多的報告 可是既有的制裁還是成立的 那現在我覺得 坦白講文在寅本來就是比較反美 沒錯 就是這樣 事實上 因為那個時候選舉我有去韓國 那朴槿惠他們那邊 就是對文在寅的對外政策是很有意見 川普也說他最討厭的是文在寅 可是人家就當選 他就是想要處理北韓問題 想要兩韓統一 那當然需要hold住中國嘛 因為中國就是主要的力量 那誰不想讓朝鮮統一 美國啦 美國是什麼都不願意 所以剛剛說文在寅立場跟川普是完全相反的 都不同意 所以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文在寅這個人嘛 當然是前線嘛 因為韓國有曾經親美過啊 比如說那個朴槿惠就非常親美 沒錯 所以不一定啦 我是覺得他在評估中國跟美國的角色會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南韓他一個領導人可以影響到國家的走向是非常巨大的 在這個南韓的民族文化當中 非常巨大的 跟我們一樣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來看這個 剛剛講到 我們跟日本不一樣 南韓的文在寅立場 其實 韓國 這個時間點需要北韓 還包括剛剛賴老師提到一部分 日本跟韓國之間的貿易也還沒有解決 而且除了貿易之外 歷史的恩怨情仇 也沒有解決 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解不了 因為日本你看 日本在早在 我看這數字是2015年的時候就達成了一個 日本韓國之間外安婦問題的一個協議 當時日本是出了10億的撫衛金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這撫衛金其實後來去向 並沒有實質達到外安婦的家族的身上 所以有一些討論 但是我們給大家看這個銅像 這銅像出來之後呢 又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糾結 去年南韓判決的日本政府賠償 日本殖民時南韓的時候強徵勞工的一個判決 接著呢 我們就看到日本就限制了相關的一些 半導體的材料出口 就開始了日本跟南韓之間的貿易戰 摩擦沒有停 現在又出現了外安婦的問題 的銅像的問題 這個影射的是 據外界影射說 這個是安倍 對 外安婦的少女磕頭 這個當下 製片報導 日本的官方 日本的政府 是正式的回應的 日本政府說 如果這個是真的 是這樣的一個影射 你們做的同樣是安倍的話 這對於兩國之間會造成決定性的衝擊 陳老師 當日本的媒體 日本的官方 說這叫做決定性的衝擊 是代表什麼意思 有日韓之間無解 日本方面最好放棄比較好 就不要去解他了 無解 無解 對沒有解 韓國文化的核心的要素叫恨 恨 恨不是握手或賠償 道歉就可以解決 恨像一種已經結冰1000年的那種冰塊 必須自己溶解 那個叫韓 韓文就叫韓 韓 剛好沒有韓國的韓同音 跟韓國的韓同音 跟以漢的韓同音 對 所以韓國是恨國 韓 你是說真的 你認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我學到韓語 我厲害 韓 韓 來我們教一下韓語 韓國的韓 仇恨的恨 跟韓成的漢 全部都念成漢 所以他們是 韓國不就是恨國了嗎 所以非得 這是開玩笑還是真的 是真的 這個日本人有寫的書 就寫這個情節 這樣對韓國人會不會是一個 韓國人向上努力的一個核心要素 日本人是詞嘛 丟臉 對 敵廉詞的詞 韓國人是恨 我都不曉得我們自己是什麼就是 我們是悲情 韓國人真的是恨 你們民進黨是悲情 你們民進黨是悲情 沒有啦 他們說台灣人的悲哀 但是現在 嚇到變台灣人的心 身為台灣人 我們敢開台灣人 只有你們用悲情 騙我們這麼多選票 對啊 只有你們民進黨在悲情 韓 所以那個要解恨 韓國真的是充滿恨意的 因為他歷史上被欺壓嘛 所以 所以 這是真的 所以韓國人現在永遠都認為 我稍微騙一下日本人是剛剛好 對對對 所以不管賠10萬塊 那個票檢會 補檢會 是算贏千嗎 2015年12月29號的 我剛好在大阪 整個電視都在報導 說 這是最終最後 不可逆的 未安復問題的解決 結果不是最終 也不是不可逆 這真是說文解字啊 雙方 雙方 雙方在 在首爾簽啊 日本的報導多大 那一天我剛剛好在大阪 隔天要回來 聯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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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的政黨傷害很大 另外就是韓國人 韓國國民不接受 不接受 真的不接受 那我問你 韓國理解我們可以 長度可以去盡量同理 那日本人講說 會造成決定性的衝擊 會有什麼叫做決定性 日本人的立場是 要賠償的問題在1965年 跟朴槿惠的爸爸 朴正希 朴正希已經簽完了 錢也都給了 你們還認為沒有賠償嗎 但是當中當然 跟對中國一樣 有不斷的ODA 原借款不用還的 借中國借到2018年了 馬神太郎才說 可以了 你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我們是第三 我們在一直拿錢給你們 有點怪怪的 回到韓國的話 也就是說日本的立場 認為每次跟韓國人 有國際上的協約 不管多少次 都是我們球踢出去 結果那個球門變了 對啦 就是我不管一個 簽證到協議 但你最後還是 還是有 就是要再去簽行的 比如說歷史問題 對於韓國人而言 沒辦法解的 我最想知道一個問題 就是韓國人會不會猜銅像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 我覺得是不會 不會是中心就有慰安副的像 我每次都要去看 就金山也有 但我是說 那韓國人的個性就是我 就是不會猜 不會猜 那日本就要講說 那就會有決定性的中心 日本人是武士嘛 你的決定性是怎麼樣 是要繼續來更嚴重 我美國的話連不在一起啊 今天我們本來要 調論一個主題 就是本來日本跟韓國之間 有情報交換的協議 現在取消了 那日本 日本就不把半導體 其中兩個最重要的原物件賣給韓國 所以三星現在有點慘 有網友私底下在網路上私訊問我說 永康你覺得這抖音現在什麼個狀況 我說就是抖啊 然後加ing 因為他真的是很抖 不知道生死未明啊 所以在發抖 川普是說你要在美國活的話呢 就要讓美國企業來併購 好 而且呢 併購之後呢 你在美國市場就不會被禁掉 但重點是併購之後 你除了賺錢要繳稅 我們美國國庫也要去分紅 這是一個商人川普會講的話 不過這有任何政策或法律手段嗎 沒有 沒有 這個沒有 他完全用國家安全的理由 坦白說川普這樣的一個做法 在國際上立了一個非常壞的榜樣 政府要求跟民間企業分紅 就是蔡英文說台積電除了要繳稅 我要拿股票 不是 第一個 他是先威脅你 我要把你關掉 可是問題是抖音 他是在中國大陸是抖音 因為2017年嘛 可是他在海外他已經分開了 他叫做字節跳動 就T-DOG 這字節跳動 那所以美國的那個 那個是字節跳動是他的單組 不是字節跳動是母公司 母公司啦 叫Bitense 是TikTok 對 TikTok嘛 那就是說也就是說分開了 那也就是說當時抖音 要開始往全世界發展的時候 他就從迪士尼這邊聘來了 一位一個CEO 就是專門負責這個數位的 然後他來去處理 我覺得在處理的過程裡面 現在的情況是因為 如果以我們最新的 就是說最新的數據來看的話 抖音的市占率 就是說已經超過臉譜 超過臉書 就是說他本身下載他軟體的 超過一億人在美國 美國在三億多人 可是下載抖音的APP的 有一億多人 所以在國會的聽證會上面 臉書的主客國是積極表態 那他當然積極 他說那你的證據也沒有 他說重手皆知 那哪有說這種聽證的 沒有拿出證據來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問題就在於說 用國家安全的理由 就把人家的APP要關掉 那這樣子 那你美國的言論自由跟思想的自由在哪裡 國家安全 OK 好 那關掉以後 那關掉以後就是說 好 那這樣好了 如果你跟微軟能夠在9月15 談判前的話 談判成的話那就OK了 那問題就在於他要宣布關掉錢 他已經跟微軟已經有在談這件事了 那這個就不對了 那也就是說你川普更早之前 宣布要把他關掉錢 你已經跟微軟在交涉這個部分 微軟一旦把這個東西買下來的話 那不得了啊 那也就是說在美國來講 打破了臉書的壟斷地位 對 我給大家看一段 這段話呼籲一下剛賴老師講的 這是大陸外交部說 美國現在是有罪推定 雙標 他講到一段話就是 因為現在美國的官方是用國家安全 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 然後說這是有罪的推定 嚴重違背了市場經濟原則 我真的覺得現在國際間有點 角色會變得比較錯爛 中國大陸指責美國違背了市場經濟 中國大陸講別人你違反市場經濟 這是我們不是一般 以前認知的世界的秩序 來 郭老師請教一下 美國總統有沒有行政權 剛剛賴老師認為是 這沒有什麼政策或法律可以這樣做了 但是如果美國 因為川普在的情況之下 什麼事都可以 他可以禁止使用 可是要拿錢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拿錢那個是政治化 就是選舉語言 政府可以為企業 可以指明企業的併購案嗎 他可以介入併購案 因為美國有一個 有一個CIFIUS 可以審查外資 可是那個通常是外資來併購美國企業 可是他是安全審查而已 他現在是直接講說抖音會拿到 這個就是下載APP那些的個人資料 可是那個資料都在美國啊 我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抖音就做了好幾個大讓步 包括說他願意把伺服器搬到美國 包括他的總部要設在英國 坦白講抖音是最願意去中國化的 中國企業啦 那個張一鳴甚至他就講說 我什麼都遵照你美國的要求好不好 那你沒有理由叫我們中國股東要退場 同樣這一點川普真的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啦 那川普的理由一開始可以說 你怎麼可以進我的臉書在中國呢 那如果他是用這個理由的話 那臉書就是說那我伺服器擺在中國嘛 那中國如果要再禁止 那中國也沒有道理啦 因為是臉書不願意 臉書他們怎麼可能願意把伺服器擺在你中 可是這個抖音是願意啊 他願意把伺服器就放在美國 把總部也簽到英國 那我的總經理也是美國人 結果你還是要逼我退股 這個實在是 而且蓬佩奧還講一句話 他說這個不是第一家 他說後面還有 會不會此地一開 全部都可以比照辦理 找到中國企業 那你這樣以後中國企業 誰敢去美國做生意啊 就是跟美國國債 會不會直接宣佈說沒有用一樣 就誰敢賣美國 這個後遺症比較大 這個後遺症比較大 也在那個全世界的影響 可是這個是針對單一企業 我們其實節目前幾期有討論過 為什麼祖克伯在美國的國會聽證會上面 聽證會上面可以積極的表態 是否一家商業的民間企業公司 如果配合川普政府的一些做法的話 可以有助於透過政府的行政的手段 去打擊他的他的競爭對手 這個不是沒有證明的 那你就不是自由市場 可是美國長期來就這樣幹 我就要問陳教授這一點 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在以前是多厲害 但是誰把他弄掉 美國政府啊 透過什麼 透過美國政府的政策啊 東北洋是嗎 是不是一樣 東北 這個可以幫我們做一個補充嗎 當時手法回過來看現在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當然是透過日幣的升值 對 這個才是決定性的 廣草協議 讓他沒有競爭力 沒有競爭力 當然就其他的新興工業國得到好處 包括台灣在內 這是事實 但是一樣的 這個我知道的範圍裡面 因為美國對付中國 也差不多要用一樣的事情 所以每次都要求人民幣要升值嘛 但是中國方面已經知道這件事 所以派了非常多的官方跟學界 但是學界到底是不是官方 那另外一件事 派了非常多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者到日本去 這個我接觸過 要學習什麼 學習日本的失敗的經驗 從360塊日幣對1塊錢美金 到80塊對1塊錢美金 被進山上來就是讓日幣貶值 但是那個貶值到底叫貶值 還是升值不知道 今天105塊嘛 所以你跟360塊比 當然是已經 還是很遠 還是很遠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中國的人民幣抵抗了非常非常久 最近都有貶值 對嘛 最近 所以也就是說 美國用對日本的方法 我在這裡結論性的發言 不一定會有效 因為中國不是日本 對 量體其實差太多了 對 量體差太多了 還有其他的政治性的要素 他當時怎麼把東芝爸爸 被人家逮到賣給輸二啊 還有提供技術給貝函 對啊 被人家逮到啊 後來就被迫換整合 華為也說你賣給伊朗 可是之前沒有進去 但是那些公司都在啊 日立 東芝 三菱 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技術 全部都存在 不過說到這裡有 但是就是把半導體的技術 往外推了 對 被迫 被迫 我們來看這個抖音事件跟華為 其實在網路上面討論很多 因為其實網路上面年輕人居多 對於抖音要被禁掉 他們的有感的感受度是比較高的 但其實你去看 北京對於抖音 這次在美國的狀況 跟對於華為 很多網路就說 感覺保護力道不一樣 或是差很多 當然也有的是說 因為抖音在北京什麼當中 它的高科技的技術含金量 其實跟這個抖音是差很多的 這不是跟華為 這也是事實嗎 所以看得出來北京東芝是差很多 郭瑀你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而且抖音就是張一鳴這個人 也想盡辦法要去中國話 真的嗎 那你企業都在搞這種事了 我政府還要介入來幫你 那不是幫到忙 那不是更證明說 你跟中國政府很有關係 對不對 而且坦白 技術含量確實不一樣 對中國來講 北斗衛星 華為那種才是真本事 不過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在數位的這種APP 它上來的很快 下來的也很快 所以你臉書的危險是在哪裡 就是說越以抖音它的成長的速度 你看這麼短的時間內 美國的下載著一億多人 那以它的這種經營的方式來說的話 你有一堆的美國的年輕人 你只要有才華的 你的點子夠多的 它都可以有很短的時間 所以臉書竄紅 臉書要推出IG的REAL 對啊 它REAL沒有成功嘛 臉書就是看 因為它已經先在新人 他馬距西也站起來 他先有錢 他看你厲害 他就把他買下來 最快的方式就把你買下來 對 那你現在看 如果抖音假設跟微軟合作 或是抖音在美國 假設它的下載的人 到了兩億的話 還誰用臉書啊 臉書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從市場消失 這個APP是一個可怕的事情 我們常用臉書都被人家形容 是老人才用臉書的 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而且抖音 習慣用短視頻啊 對 抖音的優點是在於老少嫌疑 對啦 它不但是孩子用 年紀當然也愛玩 因為它很好玩 不過各位你認為這個併購 會是十二九穩的嗎 現在川普變得起 很好玩 我覺得一定是微軟得手 沒有任何變數嗎 沒有變數 而且坦白講 9月15如果定案 對川普助選也是個正面 川普林剛說我可以搞定中國企業 他在選舉上會得分 而且我覺得 美國這些企業都很壞啦 比如說蘋果就故意出個高價 說我也要買抖音 他就是要故意讓微軟不能殺價 吃不下去 所以就故意讓你不能買太多價 你怎麼知道蘋果沒有這個想法 搞不好再加價 我覺得至少讓微軟的財報 稍微負值多一點 各位注意 各位